但是我真的要請你好好來救救我了 你說 對 昨天我去台中出差 10個小時戴口罩 結果晚上回家的時候 我就發現這邊已經開始有痘痘了 對 然後我就很緊張 因為今天要來錄影 如果你是比較容易長痘痘的肌膚 又需要長時間的戴口罩的話 那我會建議脫掉口罩的時候 第一個要 再來就是 你可以平常可以差一點點 因為它還可以適當的幫你去角質 所以對痘痘肌膚是有幫助的 那當然還有是你的生活習慣 如果有富貴手 或是有吸疹 比較有汗泡疹比較容易的 那我會建議 還是可以戴個手套 你如果是戴手套的 就是盡量挑一些比較不會過敏 不要含粉的 對 因為有一些手套 不要含粉的 不要含粉的 因為含粉的 或是像一些是 它比較容易會過敏 那真的不行 你可以挑我剛剛講的 比較不容易過敏 在嘗試下 我會問你 好 很疲 non 你 我會